大了个擦了 事情闹大了兄弟们 一头落单的大肠腿 被狮群给围住了 这把大肠腿挤扣枪 他深深的知道 在整个大草原 也只有狮群能捕猎他 而他现在面临的 就是一只不小的狮群 这就意味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这只狮群想吃他 我擦了 这波推理竟然天衣无缝 大肠腿现在很慌张 因为他孤立无援 如果想要成功逃跑 必须先踢死两只狮子 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厉害 如果就这样直接跑的话 以自己的蹲背来说 虽然很容易就能突破包围 但根本无法摆脱狮群的追逐 现在双方进入了僵群的状态 狮群成员要找机会攻击大肠腿 然而大肠腿要在狮子靠近的时候 踢死他 这就干大了 狮子知道自己吃上一脚会是什么后果 他们都不敢贸然进攻 只能悄悄绕到后面想办法 一旦有狮子绕后 大肠腿就会利用大肠腿进行攻击 能看出来大肠腿很紧张 放了几个空技能 随着狮子的不停骚扰 看来这场大肠腿反击战 就要拉开帷幕了 大肠腿在狮群的包围下来回战梯 这阵章顿时就吓得狮子们又不敢靠近了 这真的是我擦了 现在狮群成员越来越多 就看有没有投铁的 率先向大肠腿发起攻击 几只成年母狮已经开始越来越式 他们不断的向大肠腿靠近 大肠腿转身就是两脚 但就是这个转身让战区发生了改变 一头狮子趁机跳了上去 大肠腿赶紧扭动身躯 想把狮子甩下来 剧烈的疼痛让大肠腿失去了理智 他开始疯狂的奔跑 他身后的狮群成员也开始发动追击 不停的有狮子往他身上跳 都被他的冲击力给撞了下去 这也太猛了 由于现场太过于壮观 以至于拍视的两脚兽都忘记追过去了 并且大肠腿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转眼间就跑没了影 等两脚兽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错过了最精彩的画面 当他们开着布尔皮 再次找到大肠腿的时候 此时的他已经被N翻在地 失群成员已经拿着碗筷准备开席了 这真的是我擦了 这真的还能够搞定了吗 这真的还能够搞定的 这真的还能够搞定了 我把今天就在那里面 有一个人的时候 感谢观看